大家好,我叫蔡雨萱,我今天要为大家讲的是一张照片。 翻开回忆,看着记载在相册里的各个记忆会有意想不到的故事。 自己看到的也许只能在脑海里浮现一时,但照片里的故事却能保存一世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,自己的故事,同样,每张照片也都有她自己独特的故事。 这张照片是我妈妈前些年参加马拉松比赛拍的纪念照,照片中的她浑身散发着永不言弃的精神。 我还记得当时我和爸爸一大早赶到现场为妈妈加油,他那几年所有的训练和 很努力的成效都体现在了这一次的马拉松赛上。 我妈妈是一位很努力且喜欢挑战自己的人,她为自己设下了一个很有挑战性的目标,四个小时内跑完马拉松。 为此,她花了三年时间刻苦训练,每天太阳还没升起就起床,跑过空旷,还在沉睡中的街道,到安静,空无一人的公园。 她就在公园里跑,一直跑,跑到太阳升起,跑到鸟儿开始叽叽喳喳的叫唤,跑到公园不再是孤寂的。 她就这样刻苦地训练了三年,直到马拉松开始的那一天。 口哨一响,马拉松就正式开始了。 一开始,一切都很顺利,她的努力得到了回报。 跑了一半的马拉松,只花了一小时四十多分钟。 这个看似遥不可及的目标,似乎就在她掌握之中。 哪知天有不测风云,跑完大约十八英里时,突然发生了一场意外。 她的左腿突然抽筋了,发生的好突然,谁也没有意料到。 这个让人出乎意料的情况,让第一次跑马拉松的妈妈有些着急。 她试着拉伸,想缓解那条腿的痙攣,却帮助沈威。 时间在飞逝,各种情绪在她心里升起。 此时此刻,似乎所有的努力和梦想都在命运的大海中慢慢地向下沉。 当一切似乎已经没有希望时,她却在那暗黑的大海中努力地拉着自己浮到海面, 在凶残的海浪中找到她的岸。 她不顾一切疼痛地继续跑着,跑到实在坚持不下去了, 才停下脚步,歇一会儿,拉伸一下,然后继续跑。 她不光才跑向马拉松的终点线,也在登上目标的山峰。 她的脚踩过终点线的时候,时间定格在四小时零一分钟。 虽然她最终没能实现自己的目标, 但是最重要的是,她完成了这个挑战。 越过终点线的那一刻,她挣脱了命运凶残的大海, 到达了她的岸,她登上了目标看似遥不可及的顶峰, 四周险峻的山峰,就都显得很渺小了。 虽然每个人都会有失败,但是尝试过, 为目标而努力过,才是最重要的。 一次不成功,还有下一次。 因为我妈妈坚持不懈地努力, 绝不放弃的精神,她最终越过了那条终点线, 也离理想和目标又近了一步。 当一个人有目标,有动力, 有一颗永不放弃的心, 就算刀山火海,最终也能达到目标。 谢谢。